王瞳欢喜出嫁 转婆婆闻大聘小聘说话了 要结婚自己转 王瞳去年8月痛失丈夫艾成 没想到时隔7个月 艾成的亲弟弟艾翔也在于 3月20日下午因为心肌梗塞促失 一年内痛失二亲人的他心情悲痛 发文表示仅此一生人都有意思 我告诉自己好好预备死亡 这就是我的勇气与盼望 虽然心情低落 但王瞳仍敬夜上宫 甚至在本土剧中被男友黄文心的爸爸 再去约会现场 陈仙梅在本土剧中演出贵妇 御前带儿子黄文心去跟隐昭德嘉 向王瞳提亲 陈仙梅表示一走进摄影棚 看到白满的提亲女和直呼 好像真的娶媳妇 心情很雀跃 也在心中落幕幻想自己儿子 长大成家立业的一天 而嫁女儿的影昭德则说 心情像喜三温暖 因为大女儿苏彦佩为了复仇 陪上自己的人生 还好小女儿有一个好归宿 言谈中都透露当父亲的期盼 陈仙梅听到剧中梅人 讲到大聘小聘的事情 让她想到自己有两个儿子 所以结婚还要拼小孩的聘金 她苦笑说 工作现阶段这么辛苦 还要帮儿子赚聘金 希望他们长大可以自己存钱赚结婚的钱 不过说完又自己大笑 因为小孩现在都很小 好像想得太远了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新支持 师兄 Вы继续 未经论